台湾2024选举今天投票 此次选举将选出台湾地区新的领导人 以及新一届台立法机构民意代表 本次选举投票从上午8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 随后将开始开票计票作业 今天一早台湾民众就到各地投开票所投票 本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将主要在国民党侯康配 民进党赖肖配和民众党科营配三组候选人展开 依据以往历届选举经验 如果开票计票顺利 预计今晚9点左右地区领导人选举就会有结果 台立法机构民代选举的结果一般会早于这个时间 会由各区域民代根据得票多少陆续自行宣布当选或败选 最终选举结果则由台选物机构确定并公布 台立法机构共有113席民代 其中包括区域民代73席 少数民族民代6席 不分区民代34席 其中不分区民代的席次将由各政党在选举中所得的票数多少按比例分配 台湾2024选举共有1954万多名合格选民 他们将投出三张选票 包括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选票 区域民代或少数民族民代选票 以及政党票选票